中国籍前导游杨银声称用110万元帮老妇购买 包括徐悲鸿名画在内的七幅画作 但是警方起货的其中六幅 经控方的证人画作鉴定家鉴定之后 只值最多3000元 来看吴良祥的报道 杨银声称花了50万元购买的这幅画作 是徐悲鸿的印码图 同徐悲鸿妻子有交集 而且是画作鉴定家的林秀香 上庭共证时说 这幅画在夜市里只值200块 鉴定过500幅画作的林秀香说 杨银买的画并非是出自徐悲鸿 而是超习品 从画工到用纸都是劣等的 控方跟着要求林秀香 当庭为警方起货的另外五幅画 包括洪秀琴当庭评估 林秀香认为五幅画不值60万元 最多只值3000元 庭上也揭露老妇中庆春 在6月29号到30号 精通变双方的各自精神科医生 评估之后 认为中庆春不宜上庭共证 案件星期四续审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梁祥报道